阿子幸福生活 我是乔安娜 在忧郁症那阵日子 我开始练习瑜伽 以及禅修 瑜伽跟禅修 对我的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觉得好像是从 一直在努力的这个视角 转移到 身体的层面 还有学着臣服 从小到大 我们一直学习着怎么样利用我们的头脑 帮我们达成所希望的事情 或者是透过头脑 一直去寻找答案 比如说为什么 我的母亲就是没有那么爱我 为什么三个孩子里面 我觉得自己最不受重视 或者是最不被爱 像这样的问题 问久了应该 不忧郁症也很难 因为这些问题 可能没有答案 所以开始练习瑜伽之后 我学着把专注力带到身体上面 让头脑可以 说放空好像又不对 应该比较像是 让头脑学着专注 不要再一直 不要再一直互乱的转 其实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静坐 那时候我是从图书馆借书 按着书去练习 但我也常常看到人家说 如果静坐跟冥想的方法不对的话 有可能会什么走火入魔之类的 或是我们可能会担心说 晚上是不是不能静坐 总之我心里也有很多疑问 后来开始学瑜伽的地方刚好是法谷山 他针对35岁以下的青年有开瑜伽课 那时候我在那边学瑜伽的时候 每次瑜伽练习完 老师就会带着我们静坐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 有时候是法师带着我们静坐 那时候我才渐渐的学会一些方法 后来我也去上了法谷山的禅训班 他有初级禅训班 如果你休息完了这初级的禅训 之后你就可以去报名 一日禅或是两日禅 或是甚至是齐天的禅 我很推荐法谷山的禅训原因是 他其实没有很多的宗教色彩 虽然场地是就是佛教的感觉 但他教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简单 如果对佛教的环境没有很排斥的朋友 也对禅训禅修或者静坐有兴趣的 可以选择法谷山 他甚至上课是不需要费用的 那冥想或禅修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那是一种训练心智的方法 让我们的心可以专注在身体上面 而不是只有在头脑上面 随着现代的步调越来越快 大家越来越想要有高效率的工作跟生活 就渐渐的好像 整个人变成只有头脑在活 然后身体是头脑的奴隶的感觉 身体带着我们去做很多头脑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因为我们的头脑 它像是一个很厉害的电脑 其实它不太能感知到其他层面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执着 像执着在我想要什么 然后我讨厌的我不想要的 我要怎么样避免 但人生就是不想要的会一直来 想要的却得不到 我们就会觉得很受苦 那在冥想的过程中 我们改为专注在你的身体上面 反而渐渐的你就会感觉到平静 然后抒发压力跟疗愈感 没有什么理由 也许外在环境完全都没有改变 但你会渐渐的感觉到自己很幸福 焦虑感也会降低 也能改善睡眠 说起来好像是一种很功利的诠释方法 就是说冥想可以带给我们这些东西 这些好东西 但其实实际上练习之后才会感觉到 这些好东西好像都是附加的价值 在练习的过程中 你的内在会去感觉到那些你说不出来的 好像整合了你的身心 让你的身心可以合一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意识的练习 之前我在不知道哪一集有提过 有时候我们一直想要找答案的时候 你跟问题没有一个距离 你怎么想这个解答好像都不够好 或者是无法解决问题 你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 或者是无能为力 可是在你训练你的意识 训练你的心智 在静坐的过程中 你可能甚至没有在想这个问题 你只是专注在你的身体 然后回到当下 回到呼吸 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意识会慢慢的转移视角 它可能可以从比较高的视野 往下看到这个全局 所以好像冥想是一种改变 你的心智和思绪 还有感受的关系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平常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头脑 总是会浮现一个接着一个的想法 就是头脑好像永远停不下来 它永远在想些什么 有点像是预设程式 它一直在我们这一部电脑中 让它的一些预设程式 但我们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可能你在洗碗的过程中 想的是等一下我要做些什么工作 或者是 昨天谁跟我讲了一些什么 让我感受很不好 或者是 跟伴侣吵架 想到很想要反驳它什么 头脑就是会不断的 一个接着一个思绪 但在冥想的过程中 我们学习 把一个跟一个的念头 看见它 看见它出现了 然后想象 我只是看着它 我没有跟着它 去到哪里去 或者是 我没有因为这个念头出现 然后等一下洗碗碗 就打电话去骂我的伴侣之类的 远远的看着这些念头 升起 然后又消失 升起又消失 你会渐渐的分得清楚 这个你跟这些念头 其实中间是有距离的 你不是你的念头 你也不是你的情绪 最近Netflix上面有 一部跟冥想有关的主题 的纪录片 要加纪录片吗 又好像不太像 它叫做冥想症念指南 它在前面的时候 会解说一段 为什么我们要冥想 或者冥想是什么 一些概念 之后会带着观众 一起练习冥想 叙事者 他是一个曾经去过喜马拉雅山 还有各个国家 休息佛教静坐的人 就是个西方人 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僧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另外还有一些手机的APP 也很好用 我很喜欢用的 像是Plum Village 就是梅村 梅村是疫情蝉尸 它创立的一个机构 它在法国 这些蝉尸们会带着 人们一起静坐 然后他们也有 这样的一个APP 里面就是有 各种的静坐的练习 有时候听到他们的声音 会觉得很感动 或者是静坐到后来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哭 好像被疗愈的感觉 另外也有一个是 Chopra 他是一个印度人 但是他是在美国职业的医师 他跟OPRA 就是OPRA 有合作一个冥想的网站 一段时间他们就会 发布免费的冥想练习 21天 通常都是连续的21天 就是他前面也会解说一些 跟身心有关的 比较偏向印度瑜伽哲学的概念 后面再带着大家一起静坐 他的静坐会有一点点的背景音乐 所以会感觉好像比较容易进入 那另外法古山也有 产修的APP 里面的法师呢 讲话 感觉没有什么异扬顿挫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真的还蛮有能量的吗 就是很有趣的是 有一阵子 说书人非常容易失眠 我就会放 发古山的产修祭史 前面会有 法师带的大概十几分钟的引导 就听着法师的声音 说书人说 他每次有时候听到第一句第二句 他就昏死过去 就是会真的就马上睡着 那像我失眠的时候 我也是会 把这个产修祭史的APP打开 听着法师的声音 然后专注在自己的身体身上 就会真的慢慢的睡着 很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对冥想跟静坐 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你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脸书 或者是IG上面告诉我 我在想也许 我可以带领着大家 短短的练习静坐 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 我感受到的那一切 这集就聊到这边咯 谢谢你的聆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